等时机成熟远景小跑步上楼梯 把诈骗集团统统抓起来 就怕这些成员交保后 一犯再犯才决定用电子脚疗 利用这种方式来掌握嫌犯行踪 已经不是个案 2022年5月基隆侦破一起水防诈骗 嫌犯分别利用81个人头账户 每个账户绑定数个网银约定账号 经过四次转会 再购买虚拟货币洗钱到海外 被害人多达241名 诈骗金额超过1.1亿元 而这名朱信主贤被带上电子脚疗 满8个月后自称不会逃亡 希望可以解除 法院认为他都有遵守规定 无重大违规因此同意解除 只是裁钢放人 嫌犯呆到机会果然立刻人间蒸发 目前只能没收100万保释金 并发布同期 而民众党团总召黄国昌19号 法文痛批欠缺完善的防逃法制 法院竟然自创标准 让科技监控沦为虚设 缴聊说放就放 质疑到底有没有9个月的期限 科技设备监控是积压的替代方案 而法律已经明确规定了 一审只能压9个月 就会造成当案件超过9个月 而已经不能积压的时候 我能不能再替代的使用科技设备 继续监控这个法律上的模糊空间 确实使用了有效果 嫌犯没有逃 但解除人就跑了 好不容易抓到嫌犯 却在眼前轻易地逃过法网 要这些被害人怎么能接受 法界也建议修法 延长积压时间 才能避免状况再度重演 TBI新闻流星法人身份基隆 采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